然後後面我朋友就等了,然後他心也很煎熬 因為他好像等了四五天才陸陸續續拿到這全部的錢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我們就說天啊!天啊!太棒了! 然後我朋友也很感謝我,後面他也用完那筆錢請我去吃飯這樣子 因為我後面朋友就是最後就順利把那本金十萬塊拿回來之外呢 他除了拿到他原本的本金十萬塊之外呢 不是有賺那個價差一萬多塊嗎?一樣都回到他的戶頭了 所以等於說我朋友白白賺了這一萬多塊 所以他成功的從大詐騙集團那邊還賺到了一萬多塊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發生在2021年 就是前年在疫情的時候發生的一個真實故事 就是關於交友軟體被詐騙 然後我相信因為我身邊有很多單身女生他們條件都非常的好 但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因為朋友圈比較難去接觸到男生 所以他們都會去玩交友軟體 因為我在朋友裡面呢,就算比較經營的那一個 然後他們只要在工作啊,感情上面發生的疑難雜症都會來問我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身邊有一群朋友他們都在玩 然後我們每次聚會的時候他們都會去分享說 欸我最近在交友軟體上面又認識到一個男生啊怎麼樣怎麼樣啊這樣子 故事就是我騎招一個女生朋友呢,他就跟我們分享說 欸我最近認識到這個男生的條件真的蠻不錯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給我們看照片,然後我們看了一下就是 哇真的是高富帥,就是條件非常好,然後是做金農業的 然後在新加坡工作,在外商公司,然後他也很常被外派到就是世界各地出差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天啊有點美好到不太可思議這樣子 但是我那個朋友他就很有自信的回問我們說 我長得也很漂亮啊,我的條件也很好啊,而且我也很會賺錢 然後我的身材什麼的也都很好,我也在玩交友軟體啊 那他認識我也是不可思議吧 然後他這樣講我們就也覺得,欸好像也是齁 又不一定是條件不好的人才會去玩交友軟體 就是我身邊的確是有一票就是單身 但是他們條件不管是外貌啊,經濟能力都是好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OK,就是覺得啊好啊那祝福 就是也蠻替朋友開心,說他認識到一個這麼條件這麼好的男生 他們呢,就聊了大概一個多月 我覺得這個詐騙集團真的是非常的有耐心喔 他不是在一開始就跟你推薦就是關於金融的商品啊 或是要投資啊,順利貨幣這些,他沒有 他先跟我朋友很安分的聊了一個多月 然後每天的虛寒問暖啊,然後就是每天這樣子溫馨送情 就是每天講一些甜言蜜語啊,規劃未來啊什麼的 那我朋友就是在這一個多月就是已經慢慢慢慢的陷入了 然後就真的把他當成男朋友了這樣子 然後呢,這一個半月他就已經卸下新房了嘛 因為他也都沒有提到關於就是你知道金融投資這些比較敏感的字眼 然後呢,但是每一次就是大家都會問就是,欸你在幹嘛什麼的 然後他都會說,喔我在做一個項目這樣子 然後今天又賺了多少錢這樣子 但是他不會去細聊說,喔我做的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我朋友對金融也是很外行,所以他也不會去問說,喔你做什麼 然後怎麼今天怎麼賺這些錢的這樣,他都沒有去問 然後在一個多月後呢,就是在某一天我朋友又問他說,欸你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喔我就是一樣在做那個項目啊,然後我就是平常在玩虛擬無比嘛 然後我今天又賺了多少錢了,然後就是分享給他看一下他今天的路障這樣子 然後他說,哇真的賺了好多喔這樣,他說 這個詐騙集團就開始跟我朋友說,寶貝我跟你說,就是我覺得啊你應該也要加入我這個項目 因為我覺得我們未來,因為他們在這一個半月已經聊說他們以後要結婚生子,然後要生兩三個這樣子 然後住在大房子什麼的,然後在台灣自產,然後也要在新加坡啊什麼美國自產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他就說,我覺得只有我一個人賺這麼多啊,我覺得是不夠的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要一起為我們的未來努力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寶貝你可以的話呢,你也可以一起加入我這些項目 然後我朋友說,可是我是外行欸,我就是很不會去玩這些金融的東西 然後他就說,因為我帶你啊,我的專業,我的工作就是幫這些公司去做投資的啊 那你不會,寶貝我會一步一步的帶你,你不用擔心 你就先投小小的錢,你先試試看 然後我朋友就後面就覺得有點被他說服,畢竟他已經很信任這個人了 然後他就丟給他一個APP,然後他就下載了那個APP 然後這個APP,反正這個網頁做的還蠻就是有模有樣的喔 就是很像那種金融就是,因為我也沒看我也不知道怎樣 反正他就跟我形容說,就是很像是真的一個很,一個很專業的網頁就對了 然後就是介紹各個那種貨幣啊,然後就是匯率啊 然後有股市的那些走勢的那些盤啊什麼的,反正因為我也不懂 反正他就說那個網頁看來是真的蠻像一回事的 然後後面他就下載了之後,他說那你可以先投一些錢進去看你要投多少 然後我朋友就一開始先投五千塊台幣在裡面 然後我想說好,不管怎麼樣,反正就當作打麻將,五千塊輸我也不會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他就放進去呢,他就帶他要開始玩那個虛擬貨幣 然後他就叫他說,要怎麼出金入金啊,然後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一開始也是覺得很怪,因為這個APP呢,他雖然裡面都是簡體字 然後他就說,可是那我那個台幣我是要怎麼會 然後他就說,那個APP的那個後台啊,就是那個客服啊,就回他說 嗯,你就是先拍一張你的身份證這樣子 然後他說,可是我是台灣,身份證你要拍嗎 他說,對,就是你先拍張你的身份證,然後先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完了之後呢,我們會給你一個帳號,就是台灣呢,好像啟動一個銀行的帳號 然後你再把五千塊放在這裡面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喔OK,然後照做之後呢,那個詐騙集團呢,就是帶領我朋友彎 他當天呢,就是本金是五千塊嘛,然後他就贏了大概八百多塊台幣吧這樣子 然後那天結束之後啊,然後我朋友當然很高興,就哇一天就輕鬆鬆這樣 然後就操作一下就可以賺八百塊,然後然後呢,對方詐騙集團就說 喔,寶寶雖然八百塊也不算多啊,你就去買個點心吃吧 就當作是,就是我送你的小禮物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到隔天之後啊,他就說,寶寶你不覺得就是這個啊,現在的時機這麼好啊 就是你的本金啊,要多,賺的錢才會多 因為像你昨天本金才五千塊,你就只能賺到少少的 可是你看像我一次都投五十,一百萬在裡面 所以我回的那個回饋是非常多的 他說,寶寶我覺得你要再多投一點進去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就會很猶豫,因為他就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不想要投那麼多錢在這個,就是關於投資裡面 然後他就過來問我們這樣子,然後我就說這個非常的有問題 然後我說,欸你跟他視訊的嗎這樣子 然後他說,欸我沒有欸,我都還沒有跟他 就是有通過電話,就是語音但是從來都沒有看過本人,就是視訊 我說天啊,你都還沒有看過這個人的樣子 他長得他順便背後是一個,你知道就是 長得很奇怪的人,或是根本他就是一個女生什麼之類的啊 然後我說你應該跟他視訊吧,你先跟他視訊,你再說要投,就是再繼續投多一點錢進去 然後後面他就說,好 然後當天晚上他就跟這個詐騙結論,就是這個男生呢 他就跟他說,欸我們都沒有那個視訊過欸,我們來視訊一下好嗎這樣子 然後就說,寶寶我跟你說,我真的非常想要跟你視訊 但是我沒有辦法視訊,然後說,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啊,我在好幾年前發生了一個事故啊 這在我心裡面造成非常大的陰影,我到現在還走不過去 我現在對就是視訊會有種恐懼症 然後他說什麼事情,他說有一年呢,就是他在外地出差 然後他跟他的女朋友就是相隔兩地 然後那天呢,他剛好就是回國要跟他的女朋友相見了,他就很開心 然後剛好他女朋友也在開車去,就是 開車要去接他,好像在機場去接他吧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視訊這樣子 結果呢,他說他的女朋友就是在跟他一邊視訊一邊開車的過程中 發生了一個嚴重的車禍,最後就是死亡了這樣子 他說這件事情他就是,就是一年多都走不出去這樣子 然後他非常的難過,這件事情他身邊的朋友就知道 所以連他的父母都不敢跟他說要視訊什麼的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好牽強的理由喔 然後他當天就跟我們說,我們就說天啊這個有點太瞎了 我是不會相信,我就開始覺得說這個人應該把八九不離十四詐騙集團 可是我朋友他就是有一種不甘心 喔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啊,我覺得長期單身跟缺乏愛的人啊 你會散發一種匮乏感 然後這個匮乏感就會讓你覺得 我很想要緊緊抓住就是我可以擁有的東西 那他就覺得說我已經花這麼多時間跟這個男生在培養感情 然後跟他聊這麼久了這樣子 我就是認定他是我另一半的 就是他就是他跟他結婚 他就覺得他就是他的命中注定的那個老公什麼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算命就是說我會遇到老公就是他 我覺得一定是他這樣 反正他就是很迷信 然後我又不是弄什麼什麼條件不好的女生然後被騙什麼 我條件也很好 所以我一定不可能會遇到詐騙集團的 就是我對我自己很有自信什麼的 然後他當下跟他講這個理由之後 他就沒有失去了嘛 那他當然就是內心也是有點忐忑不安 覺得說完蛋了 也是覺得是不是有點遇到詐騙集團 所以他就沒有繼續跟他聊就是他要投就是他再放錢進去這樣子 然後這個男的就是窮追不捨 他因為他開始覺得說已經不耐煩了 因為畢竟他已經花這麼多時間在他身上了 所以他就說 你就不能再多放一點錢在這裡面嗎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 反正他就開始講一些威脅的話 那我朋友就是很害怕失去 所以我朋友也開始覺得說 如果我不再弄多一點錢進去的話 他可能就會不高興就不理我了 所以呢他又放了 反正就是他先後他又匯進去 大概十萬塊台幣在那裡面吧 然後這個男的讓他覺得說欸你有放錢進來 他就覺得好 就是算是小錢但是也OK 所以他就帶他玩這樣子 然後一樣帶他操作那個虛擬貨幣 然後出金入金這樣子 結果呢賺了 那一天他賺了一萬多塊台幣 然後我朋友當然也很開心 就覺得說哇 他的餘額裡面那個app的那個餘額裡面啊 就是除了他原本的本金十萬塊之外啊 還有多了一萬多塊台幣的那個 就是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 反正就是賺到那個錢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開心 所以這個男生呢就開始警覺不服說 寶寶你看這個真的真的好賺 你今天放十萬塊進來就可以賺一萬多塊了 那你今天放五十萬一百萬進來呢 你可以賺多少 你根本就不需要辛苦出去工作 你就是這樣在家裡面操作一下什麼的 我教你有我帶你零 你這樣賺錢不輕鬆嗎這樣子 然後後面他就覺得 我朋友就覺得不想再放多一點錢進去啊 然後就是畢竟他對他還是有點不放心嘛 就覺得說他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 就是還是會有點防備 然後我們內心已經開始在說服我們朋友說 覺得他有一點問題 覺得不要再跟他有金錢的來往 而且我覺得就是連面都還沒有見到 就感情這麼深 我會覺得有點荒謬 因為你這個人你都還沒有摸到這個人 跟這個人一起互動 你就只是僅止於在文字上面打打字 然後可能通通語音這樣子 就可以釋放這麼多感情 我真的覺得 不管是男生女生啊 就是雖然說單身 但是不要急的覺得說 我就是很缺乏愛 我就要趕快找一個人愛 我隨便一個 我不管他真實與否或是什麼 就趕快跳 就是 就是一栽進去 就是 反正就是 覺得不要 讓自己有這種匱乏感 好 然後這個男的啊 就開始 就是有點不耐煩了 會覺得說 你連多一點錢都拿不出來嗎 就是 相信我們出社會這麼多年了 五十萬一百萬應該也都有吧 這樣子 然後後面他就說 因為我的錢都是我的父母在管理啊 我自己都沒有那個 在 就是經手我的那個 所有的存款啊什麼的 都交給家人 然後這個男的就開始不耐煩了 就說 所以你現在就是 沒有辦法再放多一點錢進去嗎 他就開始生氣說 我是為了我們兩個著想 我覺得你都沒有在為我們兩個著想 他就開始用這種 有點威脅的 然後讓他製造一種就是 完蛋了我要失去了 或是 就是讓他 讓我朋友變得緊張 然後害怕失去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男生就說 我覺得你沒有在我們 就是 為了我們未來規劃 你沒有 都只有我在努力而已 就開始講這些 情緒勒索的話 然後我朋友也慌了 然後開始呢 這個男生就 他每天都會 照三餐的虛緩問暖 就隔天 再隔一天 連續兩三天 他都沒有 然後 跟他聯繫 就是也沒有傳訊息啊 什麼的 然後我朋友也覺得很奇怪 就說完蛋了 死定了 他覺得應該是比較詐騙極端 所以他這個時候趕快再去看 因為他 就是在玩這個 虛擬貨幣啊 這個APP啊 他只知道我把錢放進去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去問那個客服說 我要怎麼把我的錢拿出來 結果當下他也傻了 然後我就說 你要趕快去問你的這些錢 怎麼領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說 那一萬塊的價差就不要管了 至少你本金十萬塊趕快拿回來 結果 他一點進去那個APP之後 因為他就是兩三天都沒有碰那個APP 然後 他的點之後 反正那個軟體已經一直閃退 完全點不進去 他那個時候他就心灰意了 然後他就哭了跟我說 雖然十萬塊不是什麼天文數字 但是至少也是 可能一個月 努力接案子的薪水 所以他會覺得很難過啊 然後又包含就是覺得 是被詐騙的更難過 我後面就跟他說 你不要難過 你現在告訴你自己 你的條件很好 你絕對 不能被他打敗 就是認輸了 好沒關係錢就給他了 什麼送給他 你不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 你要讓這些詐騙集團說 不是每個女生都這麼的好騙的 你要讓他踢一次鐵板 然後我說 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就是開始去上網搜尋 就想說 遇到詐騙集團應該要怎麼辦什麼的 就開始幫我朋友去想這些辦法 這樣子 因為我就可以比較冷靜的幫他做這些 就是搜尋 然後後面我就說 你照著我的話呢 去打 你就當作沒有任何事情一樣的 少女平常會早上問他 怎麼問候他 你就照這樣子問候 當作沒有這回事 然後你也祈求他說 你在生氣嗎 不要生氣什麼什麼的 我知道 就是你在為我們著想啊 我很難過 就是讓你什麼什麼什麼誤會啊 什麼的 結果果不起來他在 第四天還是第五天 他就跟他主動訊息他 結果這個男的也回了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在生氣 我只是為了我們兩個人 我覺得都是我在努力裡面 我努力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 我就教他說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他又覺得說 欸這個 就是應該還有在可以騙 這個女生還可以 在被騙的機會 所以詐騙集團當然也不會放過嘛 然後他就說 那寶寶那你考慮好了嗎 這幾天你有沒有認真想過說 你可以從哪邊得到金錢呢 資金更多 更多的資金來投資這個項目這樣子 然後後面他就說 有這幾天我想了很多 然後我回家之後啊 跟我媽媽 就是有聊了 因為我媽媽那邊有一筆我的 就是買房跟結婚的基金 然後大概有一百五十萬台幣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最近在做個投資項目啊 就是你帶我做的這個虛擬貨幣 然後就是可以賺很多 比較快的錢這樣子 那我媽媽就覺得我會被騙啊 她就覺得 不相信事實上有這麼好賺的 所以她覺得 我要證明給她看說這個東西這麼這麼好賺 所以 我 前面那筆十萬塊的本金 然後賺了那個一萬多塊啊 我覺得我需要領出來 讓我媽媽知道 讓我媽媽看到說 欸我真的投資有這樣子的回收 我媽媽才會相信把那 我的那個結婚跟買房的基金一百五十萬給我 那這個詐騙子我一聽到就是你知道 開始就覺得 哇還有一個就是一百五十萬的大錢可以賺了 那她當然就不會放過啊 然後她說 那當然可以啊 所以她當然也會想說 好那我覺得 反正就是讓你領出原本那十萬塊 然後反正我後面還可以再賺一比一百五十萬 她當然覺得說 何樂不為啊她就很高興 然後我朋友跟她說 可是我前幾天上個點那個APP啊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一直閃退耶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就是他們在維修還什麼的 我朋友就假裝說她不懂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會閃退這樣子 然後她說別擠寶寶 我幫你查一下這樣子 然後她可能就是你知道 詐騙集團開始在後台就是 跟這些布局就開始在那邊講說 趕快再讓她再重新可以 所以她又給了我朋友一個新的連結 就是讓她點進去那個下載 喔而且這個APP啊 我問我朋友 我朋友說她不是在那個APP Store 就是去下載這個軟體的 她是在一個網頁 就是她給她一個網址 然後她點進去 然後去下載在手機裡面的 就是反正就是一個 很蠻不安全的方式就對了 好 然後她又給我朋友一個新的連結 然後她就把原本那個APP刪掉 然後又新的 然後一樣也是這個 同樣之前她用的那個APP這樣子 然後她就點進去 然後她一樣再輸入她的帳號密碼這樣子 就是她的個人資料 一樣就在那裡面 然後她一樣她的本金 然後她就覺得放心 她說寶寶你放心好了 這個平台是非常安全的 她是全球的人都在玩的 所以她只是在後台在維修 所以你前幾天進不去啊 散退是因為他們在維修這個 網址 然後反正現在又可以 你又可以重新輸入 就是你的帳密 然後你進去之後 你就詢問後台啊 你就詢問客服說 怎麼把這錢領出來啊 寶寶你就把這筆錢領出來 給你媽媽看 然後媽媽看完了之後呢 她就會更放心地把錢給你了 來吧 然後後面我朋友就真的去問那個客服 然後那個客服 就立刻跟她講說 就是出金就是一樣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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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給她 她的我朋友的帳號嘛 然後她就說 可是因為這筆錢很大 我們可能要分好幾次 就可能一次一萬兩萬或是三萬 就是我們會分好幾次進去你的戶頭 所以需要幾天的時間喔 然後後面我朋友就等了 然後她心也很煎熬 因為她好像前後等了四五天才 陸陸續續拿到這全部的錢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 我們就想說天啊太棒了 然後我朋友也很感謝我 後面她也用了那筆錢 請我去吃飯這樣子 因為我後面朋友就是最後 就順利把那本金10萬塊拿回來之外呢 她除了拿到她原本的本金10萬塊之外呢 不是有賺那個價差一萬多塊嗎 一樣都回到她的戶頭了 所以等於說我朋友 白白賺了這一萬多塊 所以她成功的 從大詐騙集團那邊還賺到了一萬多塊 所以我朋友非常的感謝我 那我只能說 嗯這個是網路的那個偉大 因為我也是在那邊搜尋啊 然後幫我朋友就是你知道 當她的那個軍師 告訴她怎麼做 好anyway最後呢 我朋友成功把錢拿回來之後呢 我朋友還是不死心的想說 你到底是不是詐騙集團嗎 然後後面她就說 好不好我這次把錢拿回來之後 我思考了一下 我決定我不想要投資的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喜歡 半分手幾就是 用我的專業工作去賺錢 我不想要投資 然後後面這男的就 大發飆 就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 後面我朋友就很冷靜 我就教她 我就說你就回她說 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呢 不投資你也沒有損失不是嗎 就是你一樣去賺你的錢 你賺很多錢 你就去賺你很多錢 那我就是一樣賺我的錢 我們一樣就是 互不干擾彼此的賺錢方式 不是很好嗎 但這個詐騙集團就是暴怒了 那就很明顯了嘛 那她就是詐騙集團 所以我朋友也很難過 我就說 你就跟她講 因為我朋友不是有拍她的身份證 在那個平台嗎 就是給後台的客服 所以我朋友也很擔心她拿她的身份證 然後這過程中當然她有拍一些照片啊 或是一些泳裝的照片 比較清涼照片給她 所以我朋友也很害怕 她再把她的資料拿去 詐騙別人 所以呢我就說 你這些事情要跟她講清楚 你要跟她講 你知道她是詐騙集團的 然後讓她 她不准再去用你的資料去詐騙別人 跟她攤牌 然後後面我朋友跟她攤牌之後呢 那個詐騙集團 就是開始扣出惡言大罵髒話那一種的 就是你想得到的她就是 對就是說得出口那一種的 所以她們就是原型必錄了嘛 然後 最後我是叫我朋友跟她說 你們身邊陌有我的身份資料那些啊 我已經去警察局備案了 所以如果你們再用我的身份去詐騙別人的話呢 你們會被發現 會被搞的 因為我已經就是 在警察局備案了這樣子 那個詐騙集團就是大罵一系列化之後呢 就把我朋友封鎖了這樣子 那當然這件事情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了 那我後面呢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我就是立刻去查一下 我就覺得說 她們這些詐騙集團是怎麼操作這些事情的 然後我後面我都有給她們的對話紀錄嘛 然後還有就是 我就有詢問說 她每一次詐騙集團 那個錢的動向是怎麼處理的 後面她就跟我說 她每一次啊 不管 就是入金 就是你要把錢存到你的那個 BAP賬號裡面嘛 然後你就有等進去玩虛擬貨幣嘛 然後她就是 你一次好像就是 她會給你一個帳號 就是台灣的銀行帳號 而且每一次 就比如說她可能要投十萬塊的時候呢 她都不能一次匯進去耶 她就說你要分兩次還是三次這樣子 然後給她三個不同銀行的帳號 就是有空的 戶頭是空的 然後沒有在使用的帳號 銀行帳戶 然後可以供他們使用 然後去幫他們帶領這些錢出來 跟幫忙去匯款 做這些動作 那你只要把你的 就是其實有點像 我把我的一個空的帳號 銀行帳戶賣給這個人 給他們使用 這樣就可以詐騙集團使用 所以這些人其實 這些車手其實他們也知道他們在做詐騙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很缺錢 然後好像這一次從來我只要幫忙 我只要把我帳號借出去 然後我去幫他們領錢跟匯錢 就是這個動作很簡單 我就可以可能賺個三千塊這樣子 就是一個跑路費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也是願意的 因為這些人就是很缺錢嘛 所以很多人都願意做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說那些銀行帳戶啊 都是這些車手們給他們 給這些詐騙集團提供帳戶 然後讓這些詐騙集團 可以把錢就是分散 然後放在這些銀行裡面 所以他們可以一直這樣子操作下去啊 就是因為底下其實還是有很多人 就是為了賺快錢 然後跟這些就是 就是不需要花費什麼勞力 我只要動動手啊 然後幫他跑一下銀行 就這樣子一下子 我就可以賺到幾千塊 那我當然合得補耶 所以其實大家 就是其實 詐騙集團的幫手真的很多 所以為什麼詐騙集團 一直都還是可以這樣很活躍的下去 那當然呢 這邊也要奉勸大家玩家的軟體 我覺得玩家的軟體 是一個很健康的行為 就是不管這個 我覺得玩家的軟體呢 是取決於在你玩的這個人的心態 你是要用這個家的軟體 來約炮 來 就是 認識朋友 或是真的真心的來交另一半 都是取決於你的心態 那一定你就會遇到 我很多朋友玩交友軟體 然後真的價格很好的 然後這樣條件 不管是外貿啊工作啊 條件很好的 都大有人在 所以不是說交友軟體就不能相信 只是呢 真的你在玩交友軟體的過程中呢 這個人 你根本就還沒有跟他見到面 也沒有跟他互動過 絕對不要 這個對方跟你聊說 關於金錢 投資 虛擬貨幣 這一些 或是借錢 這一些你就要把你的雷達打開了 這些都是有問題的 就絕對不要 比較輕易的跟對方有金錢的交易欲來往 對呀 所以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 幫我朋友順利的從 詐騙集團那邊呢 拿回他被騙的錢之外呢 還小小賺了一筆 一萬多塊的零用錢 所以 就是在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 不管是玩交軟體還是什麼 都可以遇到完美的對象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安全為主 以上的故事 如果大家喜歡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再幫我點讚追蹤喔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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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